歡迎收聽這一期的台北亂腳散步小吃喜劇顯靈X6電台 現在時間是2020年9月27號的 晚上9點35分 台北的夜空下著冷冷的冰雨啊 哇幹 上禮拜我還在那邊說 接下來天氣感覺變得有點微涼 結果這禮拜直接媽的 溫度驟降個 不知道有沒有10度耶 你看看 現在24度 我房間沒有24度 所以應該至少驟降5、6、7、8度吧 我不知道 幹 真的是 媽 台北真的是 只有兩個季節耶 就是要嘛就是他媽熱到爆炸的夏天 要嘛就是開始變冷到 下著綿綿細雨的冬天 春秋兩季完全不存在 你知道嗎 我媽 炸禮拜我還想說 哇幹這個 人家還會看新聞說什麼 哇 今年的秋天來得早 秋天來得早啊 大家讓大家享受一下這個 秋天的那個 呃 許許的涼風 然後 沒有那麼熱的天氣 你知道 在大街上走著 結果這個好天氣大概只持續了 16個小時吧 然後就開始下雨了 媽的這個 綿綿的雨 今天這兩天連續兩天雨的 下面有天 而且明天感覺還是繼續下雨 幹 你知道我發現天氣變化 最強烈的印象是什麼嗎 我最強烈的感覺就是我昨天 晚上在搭公車的時候 然後我看到前面的人 他居然穿著羽絨衣 我看到他穿著羽絨外套 我想說幹 我 不知道幾百年沒看到有人在九月 就開始有人在穿羽絨外套 人家不是說九月 以前的九月不是一堆颱風 然後天氣還是散幾度的時候 我看到媽 九月二十幾號 我就看到有人穿著羽絨衣 在搭公車 他也不是要爬山 他也不是要去什麼海邊 他是在台北市中心 媽的南京復興站 晚上九點在南京復興站 他給我穿羽絨衣搭公車 我那時候看到這傢伙 我想說幹這個傢伙 他媽這個羽絨衣 到底放在他衣櫃 的奪外面 他到底是多想要穿這個羽絨衣 所以在這個天氣 稍微有一滴滴一點點 開始完成 開始變得有點涼意的時候 就是他開始覺得 欸幹 我好像可以這個天氣 好像可以穿一點羽絨衣出門 把他照的時候 他就馬上的毫不猶豫 套上了他的羽絨衣 在台北的大街上幫他照 我想跟這個人講 你知道我那時候看到他 我真的是不敢自信 我的眼睛 幹現在的二十幾度 你給我穿羽絨衣 媽的 我真的想抓住他的領子 抓住他的羽絨衣領 然後跟他說媽的 太早了 Too early Too early 所以我其實自己 這幾天回家 回內湖 也是把我衣櫃裡面的羽絨衣 挖出來 我想說幹我要準備好 我他媽也要準備好我的羽絨衣 不要以為我他媽不喜歡羽絨衣好不好 我身為一個在台灣 台灣台北 台灣台北 在台北市 反正在台 反正身為一個在北部長大 這種英語綿綿 尤其我以前住在內湖 冬天都在下雨的這種天氣的人 我跟你講 衣櫃裡面沒有幾套羽絨衣 是說不過去的 沒有放羽絨衣 人家不覺得你是台北人啊 人家不覺得你是台北男孩子啊 人家不覺得你是台北男孩子啊 一定要羽絨衣啊 羽絨衣外套好不好 媽的 我大學的時候幾乎每個冬天 我幾乎我大學冬天騎車 從內湖一路騎到那個士林啊 每天過那個隧道 那個冬天啊 沒有羽絨衣你真的撐不下去啊 羽絨衣在最外面裡面 再包好幾層外套 正常的外套穿裡面 羽絨外套蓋在外面 阻擋住台北市的汗風 什麼 什麼 寒流啊 什麼 什麼什麼 冷裂的風啊 什麼什麼 媽的 出隧道那種 冰冷的空氣啊 我跟你講 全部都被我那羽絨外套隔絕在外面 一定要有一套羽絨外套 如果你現在家裡沒有羽絨外套 我跟你講 他媽最好去買一件起來 背著 我跟你講 你可以去買Uniculo的 Uniculo不錯 我自己是穿Uniculo的 媽一定要有羽絨外套 只是我真的覺得9月底 就穿羽絨外套 真的是有點讓我覺得 你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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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有連帽外套嗎 你沒有 一般的防風外套嗎 你他媽已經 你他媽一定要從短袖 OK 直接跳到羽絨外套嗎 幹 我可以保證那個人 裡面應該也是穿短袖的T恤 可是 媽 他直接從 直接從一個樹 樹的白色T恤 他直接跳到羽絨外套 他那個溫度也是讓人覺得 幹真的是 冬天真的要來 Winter is coming 大家準備好過冬吧 媽 台北的 台北是沒有春秋兩季的 媽的 要嘛就是極熱 要嘛就是極冷 我跟你講 接下來 接下來天氣 只有兩個方向 要嘛就是他媽突然變得超 超冷 然後要嘛就是直接回溫 然後又飆回35度以上 幹只有這兩種天氣 然後你就看了這個 掛在你椅背上的那個魚絨外套 想說幹 我這個魚絨外套 什麼時候是可以拿出來穿的 哇操 What's up 真的是啊 幹 不過我其實自己 老實講我自己是不太喜歡冬天的 你知道嗎 因為 我這個人其實算是蠻體弱多病的 就是一般夏天來講 你知道瘦的人其實不怕熱嗎 對不對 我們只要不要在太陽底下過度的行走 不要像以前當兵的時候 在豔陽下行居那麼久 你就不會有什麼身體狀況嗎 你就不會有什麼中暑嗎 熱摔截 也更不會有什麼核紋肌溶起 一般來講我們真的瘦巴巴的人 在夏天基本上就是穩穩的過啦 好不好 除了我們的屁股 有時候會骨勾流一些汗 流的比較多而已 然後騎摩托的時候那個 椅子上會印出我們那個 一點T字的那個痕跡而已 除此之外 我跟你講夏天 這種Skinny boy all safe 什麼這種 Sungabor 瘦皮猴 all safe 安全下妝 但是只要到了冬天 我跟你講他媽的 冬天來的時候 我跟你講我們這種 脂肪儲存不足的人啊 身體的那個血管的那個 流動速率比較差的人啊 臉色比較面黃肌瘦的人 我跟你講一堆毛病就會出來 我跟你講鼻塞嘛 流鼻涕啊 手腳冰冷啊 然後淡淡還會縮成一團啊 我跟你講一堆毛病啊 哇塞 所以我就是不是很喜歡冬天 你知道 所以我才上禮拜想說 哇塞這個 想通常說9月 還可以享受一陣子 這個悠哉悠哉的那種天氣 你知道可以在那個 台北大街上散步 不用想說幹 走一走 他媽全身熱了要死 就想回家 我可以享受我這個 我可以發揮我這個台北 軟腳散步小吃這個部分 你知道 用力的去 媽好久沒有在路上閒晃了 你知道用力的灌一發散步的那個 喜劇特輯出來 你知道嗎 媽的 我已經想好 如果真的有個special的話 我就把這個台北街頭說 看到那些有趣的書寄起來 拿那個 那一節special 叫做喜劇散步帝王 媽的 台北喜劇散步帝王 媽的 結果我跟你講 幹 我現在根本就是 整天在家裡當媽的 散步乞丐 我跟你講我根本沒辦法出門 下子這個雨 媽的 我禮拜六的時候 光在路上走 有點飄雨 我想說幹 靠腰的媽 這種飄雨的天氣 我在路上怎麼幹嘛 我命有沒有苦啊 有沒有可憐啊 對啊 幹 唉 真的是這個是 好天氣真的是 一下就結束了嗎 一下就換這個 不過聽說好像中秋連假是 天氣是會不錯的啊 對不對 說到中秋連假媽的 哇賽 這個 不知道各位親愛的小王八蛋們 大家這個 今天這個假期過得怎麼樣呢 這個假期是不是過得特別短暫呢 媽 禮拜六補班 禮拜天點放一天 馬上明天又要上班了 哇幹 我真的是 對你們只有 深深的同情 與深深的關愛啊 不過你知道嗎 其實你不應該抱怨的 你知道為什麼嗎 你知道為什麼 你不應該抱怨 因為你他媽的 放一天假就回去上班了 因為你他媽的 你這個人 如果還要回去上班的話 代表你這個人他媽的 還有工作 你還有收入 不像我 坐在這裡 喝著這個 茶包泡的 不知道什麼茶 然後對著這個 垃圾GoPro講話 跟我這個麥克風 一個人獨自在這裡 講他媽的天氣很冷 沒有人屌我的故事 幹 我的收入是零 我已經連續兩個月沒有收入了 你還有工作 你知道嗎 媽的就閉嘴 不要抱怨了 好好上班 媽的 中秋連假要到了 幹 超你媽的 我這樣講 可能有點太獨斷了 畢竟我也是 我可能已經脫離 那種上班族的生活 我現在 現在追逐著我的東西 現在我的壓力 不是上班的壓力 而是 我的那個錢 逐漸的一點一滴流逝 我開始我看到 我開始感受到我的帳戶的錢 開始 有點 就是你不知道為什麼 那個錢就是會突然 一開始你還覺得 欸 這個月初好像還好 還有點錢啊 結果突然就不 怎麼突然就少了好幾萬塊 然後就這樣幹 我是不是 距離露宿街頭好像沒剩多久了 我是不是好像 他媽的 我的這個社會安全網 是不是開始出現漏洞了 我是不是開始 要去萬華那個遊民收容中心報到 我是不是應該要去那邊 拿一些免費的便當跟粥來吃啊 哇操 真的是啊 幹 不過呢其實 唉 話是這樣講 不過我今天還是 回內湖 因為剛剛講嘛 今天因為天氣變冷 我想要回內湖 拿一些過冬的衣服啊 因為畢竟 就是我住在人家家裡 我也不會帶太多衣服 不然到時候被人家在那邊閒 到時候如果真的 臨時被房東趕出門 被他丟到大街上 我他媽 帶幾件 媽的 幾個家當 我就可以 跑到下個地方去 我不用他媽的 還要跟 我不用跟那個房東吵架說 幹 我的東西沒有拿 我還有一堆東西要拿 你他媽 不能寬限我幾天嗎 好像是那種 跟前男友 分手的那種 人還要回去 就是跟 反正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你知道 那種剛不分手的人 好像都會一堆東西放在那邊 但是他因為 一死的氣頭上 所以他們都會把東西 放在對方家裡 然後過一陣子再回去拿 然後回去拿的時候 好像在那邊死灰復燃 或是那種 搞一堆drama殺小 一堆連續劇好像都是這樣演的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這樣 所以我其實基本上 我為了避免這種突然臨死的狀況 你也知道我們這種 巴一散移民的小孩 我媽也是那種農村來台北工作的那種 這種農村婦女 我們這種人就是不會帶太多家在身上 因為我們就是習慣性的當一個難民 你知道嗎 我們就是難民的血 深深的浸泡在我們的血管裡面 所以我們知道 我們只要一點點東西就可以活下去 雖然說我現在看起來好像 很多垃圾東西 但是我跟你講這些東西對我來講 都是身外之物好不好 都是身外之物 什麼電腦螢幕啊 媽的麥克風 麥克風不行啊 GoPro啊幹 台燈啊 我剛剛我跟你講 我如果真的要走的話 我這些東西我都不要 媽的筆電也不要 我就帶一瓶我這個水壺 我這個白鐵水壺 媽的有這個白鐵水壺 我就可以去驅空所藥水喝 我他媽就不會餓死了 可能手機還是要拿 手機要拿 可能可以用Apple Pay 去Saven買東西吃 還有悠遊卡 其他東西可以拋棄好不好 所以我不會帶那些東西在身上 但是我因為今天天氣變冷了 所以我就回內湖 去拿我的那個羽絨外套 還有一些那種 連帽外套殺小的之類的衣服 還有一些毛帽殺小的 冬天的衣服 大概只有三件吧 我剛剛已經把所有東西都講完了 然後呢 因為今天其實我沒有想要回去 因為畢竟下了大雨 要下了大雨 我他媽的 要回去還要起車 冒著雨就很不爽 結果呢 媽那個誰 那個媽喜劇小卷毛賀龍 就在那邊說 幹要不要健身 然後想說幹好啊 又健身 要去健身房 我們兩個小弱雞 又要在那邊 又要在那種很壯的人 旁邊在那邊 舉著這個 不到十公斤的小雅鈴 在那邊 呃呃呃呃 那邊發出那種 好像很認真的聲音一樣 他說好啊 反正你就約嘛 他昨天約了 我想說好啊那就去了 結果今天早上 不是早上 今天下午起來 兩點 睡到兩點 起來看幹外面下暴雨 我想說幹我真的要回家嗎 我真的要去 我真的有這麼想跟 這個小卷毛一起健身嗎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要做這件事 我以前已經每天 我以前跟他一起上班 我每天一直看到他 我如果真的想看他 我點開YouTube也看到他 如果我真的 偶爾想遇到他 我去他媽的卡米蒂 或者是二三有時候遇到他 我真的有必要在禮拜天 尤其是今天還是補班日 補班日隔一天 雖然說我沒有去補班 但是我 我的心情其實跟 所有一般上班族是 連在一起你知道 所以我就想 我這麼累補班日的 一天放假 我要去 媽的 騎到從象山 信義區的象山 騎到內湖區去 跟他見他媽 一個小時的爛生 舉那個 十公斤不到的啞鈴 媽的 明明我媽的 我們真的要舉這個東西 幹 我看在家裡 隨便買一個寶特瓶 裝滿水都可以舉吧 你裝兩個啊 如果真的不夠重 你就裝兩個嘛 媽的手打直一點啊 這樣也可以舉啊 這樣也可以練吧 我真的有必要花五十塊過去嗎 我家樓下就有頂好 我去頂好買 五十塊我可以買 我幾罐水了 幹 結果他說 幹還是要去啦 還是要去啦 你講好了嗎 幹媽的好 講好再講好 所以我就他媽冒著雨 冒著這個大雨 從信義區 他媽的 橫跨 你知道我橫跨三個行政區嗎 台北市的行政區 我從信義向山 然後我騎到 南港 再往上騎到內湖 再轉到我家 到我家之後 把東西放好之後 再走到旁邊的那個 運動中心去 幹 我他媽橫跨三個區 從信義南港很跨到內湖 媽這在台北市 已經算國內旅遊了吧 你知道信義南港 內湖這三個區 都爆幹大的嗎 我他媽繞 我騎過去 而且下那個暴雨 我那個輪胎 我那個 我那個摩托車輪胎 又不是那種什麼防雨 你知道那種雨天的胎 還是什麼晴雨胎 我不知道怎麼講 是那種溝比較深的 我那個胎是那種 媽的那種 八百塊七百塊一條 那種 那種光陽的那種老闆 隨便推薦 我還說你這個胎 我跟你說 你換他媽的胎也是隨便騎 你換這個胎就好了 八百塊七百塊 我跟你說 這樣省錢 你這個一條胎 五千公里一萬公里 我跟你講 你以前換那個胎 一千二的 一千二的 我跟你說 你現在換這個八百的胎 我跟你講 一樣騎五千公里 一萬公里 你只要換 你換三條這種 你騎三萬公里 你換三條這種胎 我跟你講 再賺一條胎回來 再賺一條胎回來 我跟你說 我說是呀是呀 我這樣省錢 讚讚讚 結果他媽我那條摩托車 我跟你講 媽你知道摩托車 一萬公里 大概才可以換一隻胎 就是看你的那個 磨損的程度 看你的胎穩怎麼樣 媽的 然後我看我的摩托車 我摩托車已經騎了 十一年了 他才跑五萬公里而已 所以我他媽的兩年 兩年嗎 兩年多 我才換一條輪胎 然後 幹 我兩年多換一條輪胎 結果我換了一條 我省了他媽 省他媽四百塊 換了一條 有夠爆幹爛的那種 那種 媽的 雨天的那種殺人胎 幹 你知道我今天他媽 邊騎那個 新一路回家 還是新一路嗎 對 新一路回家 我他媽壓那個水溝 幹 我都在飄移你知道 我他媽根本就是 我是象山拓海是不是啊 幹 在那個水溝蓋上 那個媽的 騎那個暴雨 然後看不到 我那個 我那個安全帽的 那個面罩全都是水 我都看不到 然後旁邊一堆公車 那邊呼嘯而過 那個計程車呼嘯而過 不然就是那個送 外送的那些 Uber Eve 媽的熊貓 在那邊呼嘯而過 然後我就那邊騎 我被逼到最角落 那個 最外側車道的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沙小 幹那種 那種水溝蓋上 我這邊邊 碾過一個水溝蓋 我他媽的尾翼 就飄一下飄一下 然後邊飄 就想到那個老闆 那邊跟我說 啊你神啊 八百塊 八百塊 我現在哪幹你老是八百塊 臭你媽的幹 我他媽那台 我騎到他裂化 我可能 我騎到他那台 都已經兩年 都已經裂掉 我他媽還可能還騎不到 他媽一萬公里 我他媽被 為神那四百塊 害我他媽 冒著生命危險 你知道嗎 我他媽騎40 我終於知道什麼那種路上的那種阿伯 都騎他媽超慢 因為他媽他媽怕死 我跟你講 他們隨便碰到一下 你知道我們 你知道我們年紀大的人 那種身體回復力 沒有像年輕人那麼好 你知道我年輕的時候 如果真的出車或摔個車 我跟你講 哇 就算是那種被著地啊 然後 消掉一大片皮啊 過一個禮拜 之後還是媽照樣去什麼 打籃球啊 然後照樣爬爬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我他媽現在 我他媽現在 我跟你講 我只要隨便被那個 摩托車的那個中柱 敲 勾到 我跑不要 不要說沒用中柱 我被那個摩托車的那個飛楦踏板有沒有 敲到小腿 我跟你講 我大概有 兩個月就不能走路了啊 我現在30歲 我被飛楦踏板敲到 我跟你講 我那個小腿我他媽就廢了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我兩個月不能走路啊 三個月需要人家�膳撫啊 第四個月才能小步的走 第四個月才能去樓家Seven 媽的買飲料喝 我跟你講 可能會很誇張啊 我跟你講 可是真的是這樣子 真的越老 那個身體回復機能就越差 我跟你講 當我40歲50歲的時候 我我我我如果真的騎摩托車 如果壓到那個路上那種 酷辣 那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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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坑洞 你知道嗎 我这样随便压到 时速30好 压到那个坑洞 我他妈我就内出血了 我就 我胃就是 我就胃溃疡了 我跟你讲 我那个血就开始剩了 你知道吗 我就直接倒在路边了 我就没办法 我就没办法 认真的在骑摩托车 真的是很可怕 真的是 真的是轮胎这种 有些东西真的钱不能省 我跟你讲 论文真的有骑摩托车 我跟你讲 轮胎啊 刹车啦 还有机油吧 这几个东西 我应该是 机油可能还好 机油要两三百 算省嘛 好像也还好 但是我们机油 都会固定时间去换 然后轮胎跟刹车 这个东西是最重要 其他你什么引擎啊 电瓶啊 灯可能 对啊 灯可能也是重要的东西 因为灯 人家看不到 那是什么引擎啊 排气管 我跟你讲 真的这个排气管 真的 妈一台车没有排气管 没有引擎啊 只有轮胎跟刹车 我都觉得 干这个车子安全 我他妈用推的 至少 我他妈用推的 不会出什么车祸 我跟你讲 但是如果他妈一台车子 那个刹车跟轮胎不好 干真的是 你随便 随便压到那个水沟盖 就超危险的 干 所以我就这样冒的生命危险 妈的 骑到那个内湖 什么网穷运动中心 干我是不是讲出来 我是不应该讲 反正我们就骑到内湖 某个运动中心 好不好 然后 要运动嘛 对不对 结果我就在那边等 妈的 这个该死的 那个喜剧小卷毛 妈的 贺龙 结果我在那边等半天 我全身死搭搭 在那边等 我叫他 干 妈的 这个家伙 妈的 从东吴出发 就在旁边而已 随便坐车 坐公车 妈的 两站就到了地方 还给我迟到 干 结果他妈后来还出现了 我跟你讲 真的是我没有要开玩笑 妈的 因为他好像是 他好像是搭车来的吧 坐车来搭车 我忘记了 反正他就坐车来 然后我就看了他 看了他那个样子 然后再看看我自己 那四大大样子 我跟你讲 妈的 贺龙 出现在那个运动中心的时候 他全身干的 干燥的 就像是刚从 他妈的 那种轰衣机里面 拉出来的那个 小歪姬的内裤一样 就是这么硬挺 这么的干燥 这么的白鲤 然后 带一点黄色 你知道吗 就是这么的 看起来就是 很挺的 很 就感觉他身上没有 碰到一点点的水 他唯一碰到的水分是什么 就他出门前 可能洗手 或者装水 他去装那个水的时候 不小心那个水滴到 他手上 然后这样 把手抹掉 就这样 他身上最 最 最潮湿的地方 可能就是他手上 不小心碰到那个湿 饮用水的地方 然后我全身 他妈的脚也湿 袜子也湿 干 妈的棉裤也湿了 头发也有点湿了 然后就看到他 妈的干燥成这样子 真的是很想 真的想干 你的妈的 这个该死的小卷毛 操 妈的 干 真的很爽 妈的 看着真的不爽 妈的 以后真的是下雨天又不出来了 下雨天去健身 从他小啊 我真的 我他妈怎么那么想要健身 而且重点是下雨天 健身房的人爆干多 因为 内湖一堆有钱人 他们下雨天 你知道有钱就是喜欢运动 然后运动没地方去 所以他们就去健身房吗 就是下雨没地方去 他们就去健身房 然后现在他干那个健身房里面全满 然后我跟贺荣在那边练 我们他妈也练不起什么东西 我们就摸摸哑铃 然后去那种什么 那叫什么 单车啊 那叫什么 啊干 飞轮还是单车 我也不知道 反正健身房的假装上 叫飞轮吧 那边踩个几下飞轮 然后踩个几下飞轮 就觉得好累 然后再去那个瑜伽店 上面滚个几圈 再滚个几圈之后 再爬起来 再去踩另外一种飞轮 一个原本踩的飞轮 是躺着的飞轮 然后另外一种飞轮 是坐着的飞轮 然后踩完飞轮之后 我们再去坐在那种 你知道那种 举腿的那种 那叫什么 腿部的那种运动机器 我就坐在那边 然后两三秒才举一下 两三秒才举一下 我想到我全身都死大大 我想到干 靠腰我妈的干 那重点是我发现一件事情 我跟赫隆他妈的 我们两个其实 就是我们来区这种 运动中心的健身房 我们现在可能也差不多 应该有 应该有一年了 我在想 应该有快一年的时间了 但是呢 我那天发现 我今天发现一件事就是 我那时候看赫隆在举那个 他的那个重量 然后我看他拿那个六公斤 他在举 然后我就想说 干奇怪 我们一开始练的时候 他不是举十公斤吗 他现在怎么举到六公斤呢 然后我看我那个 我还做那个腿夹 那个腿夹 夹腿 我不知道你们知道那种 练那个大腿内侧肌肉 跟外侧肌肉 那种那个机器啊 你知道吗 腿部蝴蝶肌 或是阿小 或是什么 扩跃肌 呃 真肌训练肌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 反正就是那种 你知道夹腿的那个 然后我想说 干 奇怪 我怎么夹了 不到三十公斤呢 我以前不是可以夹五六十公斤吗 为什么我现在只能夹三十公斤 然后我就跟他说 干 我们两个练了一年 结果我们练的重量 反而退化 你知道吗 我们练了一年 我们还退步了 大概百分之二十到五十八 你知道吗 他妈 我们干脆不要练 我们不要练 身 我们可能身体还不会退化那么快 你知道吗 他跟我说 干 是不是我们两个 那个老化速度 跟不上我们 我们练的速度 跟不上我们老化速度 因为我们老的太快了 所以 我们肌肉增长来不及 来不及去cover 我们那个老化 那个程度 你知道 干 我们这是越练越烂 我们到底在练什么 连旁边的阿伯 或者是那些辣妹 我看那些辣妹 可能脚踩的都比我重 因为我后来离开之后 旁边有那种 你知道健身房那种穿那种 肉肚子肉背 那种 那种很 也不知道 明天气那么冷 他就没有必要穿那么少 他就喜欢穿那么少 去健身房 我不知道他在干嘛 他就要 是想要找起来 那种很壮的那种人 就对他有兴趣 就说 难道真的会有一个人 难道真的会有一个人 妈在健身房里面练得壮汉 然后看到那个女的 只穿一个 类似那种 小背心 运动背心之类的衣服 然后过来跟他说 嘿小姐 哇 天哪 你穿这样 难道不会冷吗 不如我就把我的 吊膏脱下来给你穿吧 然后就把那个 妈超松的 然后看到他奶头 那种吊嘎 直接把他脱下来 然后直接套在那个女的身上 那女的说 我好开心哦 谢谢你 哇 我一直在等你这种人 我每天在健身房里面 只穿背心 跑来跑去 就会等你这种人 妈的 把这个丝丝臭臭 刚 练完卧推的这个 坦克健身背心 套在我身上 虽然我不认识你 但我现在有你的 身上有你的体臭 哇 好棒啊 我不知道 可能是这样子吧 我真的搞不懂 我真的搞不懂 可能就是爱露吧 可能就是自己 可能就是自己 有爱练 然后就会露 但是我发现 其实真的那种很壮的人 根本没空 去看那些 看那个 那个女的那个身材 因为那些 练得很壮的人 基本上百分之 真的练得好的人 好不好 我那时候看他们 我看他好像 看他那个气质 看他百分之七十 都是gay吧 我在想 然后因为我那时候 刚好看到一个男的 好像在打量 那个女的 那个身材 就后来发现 定睛一看才发现 那个男的 在看自己的肌肉 你知道 好像边摸自己的 那个什么 手部跟胸部的肌肉 这样边摸 然后在跟旁边 男的 他的同伴 那边讨论什么的 我想说 干 根本没有人 在健身房的 那些壮汉 个人懒得看那个女的 那个穿那么短袍 跑来跑去的样子 你知道会看那女的 只有谁吗 只有我 会坐在那个 只有30公斤的 那个腿部蝴蝶肌 然后边夹 然后边看他这样子 哇 干 穿好少 哇塞 天哪 不会冷吗 哈哈 只有我会看他而已 哎 干 真的是 我们 我不知道我们两个 为什么越练越烂了 可能是因为我们三个礼拜 还只练一次的关系吧 呵呵呵 我们根本就只是 呃 不知道 三个礼拜练一次 可能真的没屁用吧 而且我们三个礼拜 只练一个部位 你知道吗 我们三个礼拜 我们 我这次练的是脚嘛 然后我三个礼拜前 练的是背 背吧 我记得 然后在三个礼拜之前 我练的是胸 所以我这样子 其实也算是一个大循环 你知道吗 我这是一个 多久啊 干 336 一个半月的那个 大循环 所以我一个半月之后 我可以再回去再练 呵呵呵 再练一次 干 难怪我老化的速度 会永远超过这个 健身增长的速度 干 我们两个真的是不应该 啊 干 我们真的是 真的是浪费生命啊 我操 真的是浪费生命 干 我已经讲 半小时吗 嗯 干 我怎么讲那么久啊 我是不是话太多了 干 我想一下 我昨天其实还有参加了一个 那个婚礼 哇 婚礼 多么棒的一个话题啊 干 那 其实 啊 干 你知道每次我参加完婚礼的时候 我都会在心里 发誓 说 干 林一球 你他妈的 如果以后再参加任何一个婚礼 我就把你的老二割下来 然后丢到垃圾桶里面的 那个不可燃 为什么 的垃圾 妈 我真的是 我他妈 我真的已经发过好几次 说干 我他妈 真的是这辈子 再也不要参加任何一个婚礼 因为你知道 参加婚礼其实 他不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他没有一个婚礼 让你参加完会觉得说 哇 干 妈的 幸好我有参加这个婚礼 哇塞 太 太他妈精彩 哇 干 那个 这个 今天婚礼真是blow my mind fabulous fabulous fantastic amazing awesome wedding 不会你知道 不会有一个人 他妈 参加完一场婚礼的时候 我干今天的婚礼 真的是 我这四人 看过 最好 最一切棒的婚礼 哦 我真的是 哇干 我真的是被启笑 这么棒的婚礼 我真的是启笑 被启笑 不会有人这样讲 不会有 从来没有 至少没有以宾客 而身份参加 有这种感觉 如果你是什么伴郎 或者是 就是当事人 新郎新娘 那当然 或者是你是他爸妈 你可能真的说 哇干 这个婚礼真是blow my mind 妈 我居然把我 我居然会 养了一个女儿 养了二十几年 然后就这样拱手 让给一个 妈 我从来没看过男的 真的是blow my mind 真的是amazing fantastic 我想都没想过 你知道吗 可能如果你是 亲娘的爸爸 可能会有这种感觉 可是一般的宾客 真的是 不会有这种什么 fantastic wedding 不会你知道 不会有这种感觉 所以我其实今天在 我昨天在参加婚礼的时候 觉得 干我真的是 啊 干 这是他妈 我干嘛要参加婚礼 我怎么 我怎么就没有那个胆子 说我干我不想去呢 但其实呢 讲实在话 呃 我每次去参加婚礼之前 都觉得 干我真的不想参加婚礼 但是其实每次参加婚礼的时候 我性格 感受都蛮复杂的 因为基本上 我会去的婚礼 就是可以让我出门的人 基本上真的都是 有一些交情的朋友 那这些朋友其实看到他们结婚 其实还是蛮开心的 因为你看嘛 以前一起 比如说国中 或者是高中大学 一起长大的那种 朋友 你看他以前那边 跟智障一样跑一跑去 然后 妈一起打篮球 然后一起 妈在课堂上讲垃圾话 呃 还有干嘛 一起去合作的时候 一起去厕所尿尿 啥小的 一起在那边 呃 还有什么 一起在那边 干我突然想不到 干好像我的回忆也是蛮空洞 反正就一起在那边 做很多事 一起去补习啊 一起去买饮料啊 一起是 讲垃圾话 干干 一起去做一些有趣的事情 就是然后你看他结婚 你就说 干他妈的 妈的 人家真的长大 然后你就开始看到自己 想说干我 他妈的在干嘛 所以说其实我 参加那个婚礼 我其实还是蛮开心 因为看到那个同学 其实都是不错的同学 只是 你知道婚礼 最靠要 不是新郎新娘 因为新娘新娘都很好 都很棒 你知道最靠要是什么吗 最靠要的就是 妈的那个 婚礼的那些主持人 真的是让我觉得很不爽 因为那些婚礼主持人 他们都一副 很亢奋 很high的那种感觉 哇 今天我们来参加 谁谁谁跟 谁谁谁 王大明跟孙小美的婚礼 哇 今天真的是好开心 大家起来祝福他们 大家都是 我想干 闭嘴 闭嘴 你们妈妈不能 换一点台词吗 你们不能换一点台词 哇 今天我们参加这个 孙小美跟王大明的婚礼 因为他们两个 都已经三十几岁了 所以 你也知道了吗 就是已经要过了 那个保鲜期啦 所以 不结婚吗 当然要结婚啦 所以我们今天是来参加 两个 快要过期食品的结婚婚礼 他这样就会觉得 干 这个婚礼有趣 有趣 你知道吗 妈的 值得一听 这个婚礼主持人值得一听 过期食品 干 我怎么想得出来 我这他妈天才 如果你三十岁以上 不要介意 毕竟 你也知道 我讲的都是事实嘛 我自己也三十岁了 我也没什么话好讲 至今单身好不好 所以 我觉得婚礼主持人 真的让我觉得很靠谣 我真的是有时候 真的是 干 看那些婚礼主持人 我真的想冲上去 把他头扭断之类的 那我觉得 干 算了 随便 但是你知道另外一个 让我觉得很受不了 就是 跟你一起同桌吃饭的人 通常 因为我通常去参加那些婚礼的时候 因为我其实已经很久 没有跟那些同学 就我高中的同学 是我最常参加婚礼 但是 其实老实讲 我跟他们已经有几年 没有联络 因为 大家也知道我很穷 对不对 那我那些同学 可能比较喜欢去参加一些那种 KTV唱歌 或喝酒 或者是 一些比较奢华 或者是一些带伴侣的行程 因为他们都已经就是有那种情侣交往很久 那种爱情常怀 可能十年都有那种 那我一个人罗汉脚去 就觉得他妈的突兀嘛 对不对 妈的旁边有四组人都带着女友 然后就你一个人在那里 然后他们四个人都开始跟他女友亲热的时候 我一个人在那边干嘛 摸我自己的老二吗 还是要怎么样 还是要 还是我要偷摸旁边那个女生的小手这样 偷捏这样 来我帮你 我帮你 我帮你 我帮你服务一下 帮你按摩一下 这样子 来来 你们这样不够催情 我增加一点那个刺激的元素 要吗 我能这样吗 我不行嘛 所以我当然都不会去啊 而且重点是那些场合 他们去的那些场合 基本上都要花蛮多钱的 我会来省钱 我他妈死穷鬼 我就不会去那种地方 所以我们他妈感情就越来越疏离 然后疏离到现在 我发现 我每次去参加婚礼 我都被安排在那种一整桌的人 都是我妈妈不认识 或者是很久以前只看我 只看我 干就是没有联络那种 就是高中那种 高中毕业之后 就不会联络我那种人 你知道 然后你坐在那边看那些人 然后你对他的印象就是 15年前那个 长满青春痘的样子 然后 现在他坐在我面前 以前就是 我还在搜寻 我记忆中以前那个人 长满青春痘 然后讲话有点臭灵呆 戴着一个金石框眼镜 然后头发剪得 有点参知不起 然后现在坐在我旁边 穿着衬衫 然后 满一脸发福 带着一个 呃 就是跟他 就是可能女伴之类 我也没看过的人 坐在那里 然后跟我尬聊 我想说 干你是谁啊 我他妈为什么要坐在这里 跟你聊天啊 干 你是谁 谁 然后旁边又一堆 旁边一堆我不认识的人 就凑在一起 你知道那种杂鱼 我就是坐那种杂鱼 我就是 这种人 这些朋友好像 我就是坐 我那一桌的名字叫什么你知道吗 我那一桌的名字就是 哦 这一桌的人 可能有些人会来 可能有些人不会来 我的桌上不会写男方亲友 不会写女方亲友 我的桌上 他旁边会有个小夸号 他们写说 可能会来 但也可能不会来坐 来了就给他们位置坐 没来就 反正随便啦 我就是这一桌你知道 我就是那种座 座位的人 然后我听的那一桌人 然后听他们那边尬聊 我就觉得 干我到底在 干嘛 我到底在干嘛 听他们讲的那种 出色 因为那些人 其实基本上 工作职缺 跟我不太一样 他们基本上 都是循规道具的 上班主 他们都做着一些 体面体面的工作 在公家机关上班的嘛 开始在当那种什么 就是啊干 什么行政长官之类的 下面的那种 反正什么促事的那种 那种那种那种 反正就是政经的工作 政经的工作 然后钱也不错 或者是那种 在厂房里面 当那种主任的那种工作 之类的 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其实我没来听 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干嘛 不然就是那种 做那种什么 什么工程局的啊 那种什么 写paper 那种长官啊 啥小的 我真的不知道他们在干嘛 然后他们问我做什么 我都在想 我要怎么跟他们解释 我以前在帮人家 写影片企划的工作呢 我要怎么跟他们解释 我现在失业只是要休息 而不是真正的失业 这件事情呢 好 记住是失业 我真的失业 干 然后他们问我 你什么工作 我就好想 干 我怎么解释这件事情 然后就跟他说 哦干 我之前在帮人家 做YouTube脚本 然后他就说干 啊干 是哦 你YouTube 哦YouTube 我常常看YouTube啊 我也看YouTube啊 你都帮谁写 你跟我讲 然后我跟他讲 他说 哦 没听过耶 我想 干 我知道你没听过 所以我才不想讲嘛 你懂吗 妈的 干 我就跟他说 没有啦 我就看一些喜剧类 你可能看了就是比较 就是一些比较 呃知识型的 对不对 就是一些比较 比较那种什么开箱嘛 就是比较主流的 就是你看的是很主流的文化 说对对对 我都看九面什么 我就干 对啊 反正我也是不看九面的 妈 不然说对啊 我看什么电踏少女 是电踏还电辣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那种男生 就是看那种科技类 那我不看那种东西 我就不知道怎么讲 然后然后重点是 那边聊一聊 我聊就算了 他妈 那个就算了 我他妈要坐在那边 听那些人在那边讲 一些无聊的对话 我不是说这些人不好 我只是 当不是 当你他妈坐在一个婚礼 一个婚宴 通常都要两个半小时 你坐在那边美食坐 你看了整桌 你不认识的人 然后你看了那整桌 不认识的人 开始互相尬聊 你没有选择 你只能坐在那边 看着他们尬聊 而且因为那个桌子 他也没有大到说 你听不到他们在讲什么话 所以他们在讲话 每一个字句 都会传到你耳朵里 所以当他们在讨论什么 公路车 的什么 打气筒 或者是他们怎么骑公路车 的事情 我就觉得干 因为我自己也骑公路车 你知道 我自己也会骑公路车 可是我听他们那个话题 我真的是 妈的 你骑公路车 对啊 我也骑 你骑哪里 没有啦 我就骑 就河边公园 是哦 我也骑河边公园 对啊 可是你骑河边公园 你都什么时间骑啊 没有啦 我就白天晚上随便骑一下 就是通常说从南港骑到大直桥 然后再回来 哦是哦 那蛮远的 我想干你妈远个屁 远个屁 大概才十公里来回 可能不到二十公里来 他妈到底远个屁 拿他们去聊 对啊 啊啊啊 你骑河边公园 不会遇到很多小孩啊 会啊 所以我就是 清晨跟那个 就是晚上的时候骑啊 哦是哦 可是清晨跟晚上骑 啊不会 就是危险吗 不对啊 没有啊 可是你如果白天骑 就会遇到很多小孩 就是怕我会撞到小孩 因为你知道那个小孩 有时候冲出来 就会就是可能会有一些状况嘛 然后那个说 哦对对对对对 然后那边 看了那个桌上那个龙虾 我想说 干我可以把龙虾塞到这两个人嘴巴里吗 我可以吧 我可以把龙虾塞到这两个人嘴巴里吗 怎么可以这么无聊 妈 聊脚踏车可怎么聊 他说 看那你脚踏车上会带那个吗 打气瓶吗 他说 哦对啊 我会带那个啊 那个手手手打的 哦是哦 我都带那个钢瓶 我会带那个钢瓶打 哦是哦 钢瓶 哇那你很专业呢 你很专业哦 没有啦 我也没有很专业啦 那是啊 你钢瓶要怎么用 我之前用钢瓶 就不小心 没压好 那个气就没压 我爆胎就没得补 还有只能牵车 哈哈哈哈 牵车 哈哈哈哈 对啊 对啊 该小心用啊 我想说哈个屁 你们哈个屁 就是钢瓶而已 钢瓶就是塞到那个管子里面 然后把压下去 气就会进去 你他妈不会用 你他妈智障 是不是 我跟你是高中同学吗 我跟你他妈是高中同学吗 那我就继续在那边听他们尬流 我真的是 我听到一个部份 一个部份 我真的是 看我真的受不了 我要去上厕所 我要去上厕所 看 我那边边听 我想要看 我真的不应该那么早戒烟 我真的应该去 他妈的 他们这个对话时间 我他妈以前 我可以去楼下抽半包烟吧 啊 真的是 婚礼 你知道婚礼 应该停止在什么时候吗 婚礼应该就停止在 最高潮 最高潮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典礼开始 然后新郎 牵着新娘进场 跟父母交接完 就是爸爸妈妈把那个女儿的手 交到新郎的手上 然后那个婚礼组成 会说现在 爸爸把宝贝女儿的手交付到 这位好男人 好丈夫的手上 然后全场注目着他们 然后我们大家 可以一起感受到那个 情感的脉动 因为那个是 整个婚礼最高潮的地方 那个地方就是 每个人看都觉得 干好感动 妈的 就是 不会有一个人 这个时候觉得 干好无聊 好想走 因为大家就是想看这个 你知道 大家就想看 然后大家边看的时候 干他会不会哭 新娘会不会哭 新娘会不会哭 干 通常新娘都会哭 那有时候新娘会哭 然后新娘会哭 我说靠感动啊 好感动啊 今天来这就对了 这样就对了 哭出来就对了 你们哭出来就对了 妈的 然后最好是全场 那个爸爸妈妈 然后新郎新娘全部崩溃 然后旁边那个新娘秘书 更崩溃 把他们补装 那最好 最好 然后通常交接完之后 大家就全场拍手 就很开心 然后干杯这样的致敬 这样说好棒 然后走上台上 他们自刷 爸爸讲完话 新郎讲完话 新娘讲完话 大家讲完话 然后上第一道菜 大家吃完 那时候时间大概多久 婚礼大概进行了 大概45分钟吧 然后就可以解散了 这样就可以解散 我红包也给了 这样也可以解散 然后大家再去跟 剩下的时间要做什么 你知道 剩下的时间就是 在门口 大家跟新郎新娘 拥抱然后拍照 大家聊个天 你知道 就像那种 就是像那种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像那种 舞会一样 大家就路边 边走边聊 看我讲的 是不是那种 西洋的婚礼 其实我也没参加过 你知道 西洋婚礼不是会有牧师吗 有点太宗教色彩了 那种我也不喜欢 反正我就觉得 那样就很棒了 大家就可以感受到 那个喜悦 你知道 而不是他妈的 我他妈已经看完 最高潮的地方 接下来 我就要听的那个 新娘秘书 不是新娘秘书 那个什么 婚礼组成 那边讲一堆无聊的话 干 就是说大家今天 哇 补班来 感觉怎么样啊 哇 很开心 就是 来 我们现在大家玩个小游戏 把所有宾客站起来 然后想干 又要玩小游戏 干 妈的干 这一定是新娘的主意 妈的 一定是新娘的主意 没有一个男的 会他妈的参加婚礼 然后还想说 干 他妈的 我参加婚礼已经够累了 我他妈 今天这么多亲朋好友来现场 我他妈已经够累了 我今天他妈这么多长辈在旁边看 我他妈已经够累了 这么累 我要怎么让自己更累呢 没错 我要跟宾客 玩一个互动小游戏 妈的 我要做一个小企划 就是说 宾客 在新娘进场的时候 我们他妈大家都定在那边 都不要动 我们大家玩一个那个 干 我不知道玩什么小游戏啊 干 烦死了 你知道那个听到那个要玩小游戏 我想要干 我那时候听到 那个那个 通文理主持人说 我们来玩个小游戏 我真的是心里想到 干 你 小你 小游戏 你要玩小游戏 他妈想玩小游戏 你怎么不去 史莱姆游戏去玩小游戏啊 干 你为什么不去 他妈的 随便 去你的手机iPhone打开来 然后排行榜 随便下载一个猫咪战争的小游戏来玩啊 为什么你不去找个 angry bird来玩 干 你会不会好像太老了 为什么你不去玩什么 僵尸植物大作战之类来玩 妈的小游戏 干 不过除了 婚礼主持人跟 同桌的 不认识的 就不太熟的人之外 其实其他都还不错啦 这样讲不知道来不来及 但是其实 哎 对啊 看到朋友结婚还是 哎 还是算开心啊 对不对 我可能只是觉得 看到大家太光鲜亮丽的样子 因为平常我 因为平常我可以躲在黑暗的角 躲在我这个小小的空间里面 这样子 告诉我自己 我在做喜剧 我他妈不用跟一般人接触 可是在婚礼那种场合 这么的明亮 这么的 亮晃晃 然后所有人 所有正常人 齐聚一堂的时候 我才发现 干我他妈自己真的是 有点奇怪啊 哇干 我真的是应该去找一份 正当的工作啊 我应该去什么水利局 当个什么 葬粮士的长官之类的 对不对 干 啊 不过说到这个 我突然想要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就是 我其实在那边听他们讲话的时候 我还是有听到一个有趣的点了 就是我觉得算有用的资讯 但我听了两个半小时 唯一一个有用的资讯就是 他们好像讨论到说什么 好像35岁前都可以转职 你可以去转职的工作 就是你35岁前都可以去考警察 然后我都算说 哦干 对哦 考警察好像是一个真的是 就是我不管人生过得多么的荒诞 多么的那个乱七八糟 我好像最后都可以成为警察 来扭转这一切你知道 就是不管你以前做过什么荒诞 荒谬的事情 你整天这样的失业啊 你他妈 整天去那个奇怪酒吧讲笑话啊 你在网路上 对着 对着麦克风 讲话 在自己的房间里面 像神经病一样讲话 然后把画面调到黑白啊 不知道讲给谁听 然后这样录一个小时啊 这些东西都可以被抹煞掉 你知道 只要你去考警察 你知道 你穿上那个警察制服 戴着那个小帽 然后在路上指挥脚筒 骑着那个 白色的电动机车 在台北市巡逻 一切都可以一笔优效 我就不如正常人的生活 你知道吗 而且我不瞒你们说啦 我觉得如果我当个警察的话 我应该是个不错的警察 我跟你讲为什么 妈的 如果今天真的有人在路上违规好了 好不好 他在那边违规嘛 他就违规 然后我就 我看到他违规 我就在那边 一开始 就在等红绿 他看到那个违规 就 就开始追他 骑我的摩托尽 meets 前方 前方重型白色秘车 车牌号码 367444 有重号码 367FYSYM 靠便停靠便停 喵 靠便停 没听到吗 然后就靠便停 然后那个人就 są 跟他讲话 红灯左转 没看到我是不是 行照驾照拿出来 你不要跟我求饶 你不要跟我求饶 我跟你讲 你阵容看太多了 每个人都想跟我求饶 我跟你讲 你真的想要求我 你真的想求我怎么样 500块直接拿出来给我了 什么 你听不懂 贿赂你不知道吗 贿赂警察你不知道吗 你说什么违法的 对啊 你违规左转也是违法的 对不对 500块 叫他没钱 没钱是不是 500块你也没有 500块没有 你也敢回归左转 哦哟哟 哇你真的是雄心抱自然 500块没有 你也没钱配眼镜 后召镜也不看 没有看到林北 我就在你后面盯着你盯他妈很久 看你那边打左转 翻上灯 在那个红灯 有没有 那边爬爬爬 在那边 我想说干你真的要转吗 哦你还真的转了 哦干对我骂脏话 我警察让我骂脏话 怎样 会爽是不是 哈哈哈哈 没钱啊 没有钱啊 也没有在行造 你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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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讲 哦你这个要关到死 我跟你讲 你这个违规左转的法则很重啊 关到死 关到 满出来哇 你背钱科 我跟你讲 哈哈哈 你找不到工作 你没有良名证啊 我跟你讲 你家没有良名证 你没办法去开 你连送Uber都不行啊 你连送UberEat都不行 你开Uber都不行 你没有良名证 所以你完蛋了我跟你讲哦你完蛋了啊 哭 哭我什么用哎 我跟你讲啦 你现在还一条路走啊 我跟你讲 把胸部露出来让我摸 胸部露出来 让我摸一下好不好 我以前常去那种冰榜摊都是买一粒送两粒 我跟你讲 今天是怎样 今天罚单不要 换你送我两粒啦好不好 这样就没事啊嘿哦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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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还不错嘛 嗯哦 今天可以 好啦 就放你走了 就这样好吧 哈哈哈哈 不错吧 不错吧 我是一个不错的警察 我应该可以担任一个 开玩笑 警察没有这样 现在可能印度的警察会这样 台湾的警察不会这样 我可以去印度当警察 不知道印度当警察 我可能要先晒黑一点 然后留那个小胡子 这样子 然后身上还有咖喱味 这个有点歧视 他们不一定有咖喱味 可能谈香味 可能我就可以当印度的警察 台湾警察可能没办法 今天讲太久了 今天要输出会9号爆炸 反正婚礼还是不错 其实参加婚礼还是不错 好朋友 不然我也不会想出门 不过我真的在想 这一次参加婚礼 应该是我这辈子 我希望是我这辈子最会是婚礼 拜托大家我的朋友 你就结婚的话不要找我 我可以寄红包给你 我可以理到人不到 我就包个 理到人不知道包多少 1600吗 还是1200啊 反正我就包那个 理到人不到的那个 那个行情给你 你要看我没有工作 我有工作就包给你 没工作的话干 就包600块给你 意思意思 反正我没有到 你也不用算我这个桌子 我等于是包 我这个才叫红包好不好 一般来讲 你办那种喜宴 麻烈一桌那么贵 我的妈的 包个2000块3000块 抵不过你那个一桌 那个座位的钱 而且又吃不饱 吃婚宴没有一次吃得饱 如果是南部流水席的婚宴 我倒蛮想去 因为听说南部流水席的婚宴 一定吃得饱 而且不用包很多 好像1600就可以去了 是不是 我从来没有参加过 我参加都是北部的婚宴 真的是 好了 最后要讲什么 对了 因为我上礼拜 好像有讲到我脖子 怪怪的 然后真的 妈的 我跟你讲 不是我要讲 但是 有一个有良心的人 有在那个iTunes 那个Podcast那边留言 好不好 妈不是说我的 你们这些该死的小王八蛋 不是每个人都这么死 没良心 还是有一个人 他妈的 真的不在你们的妈 你们打哈哈 这一集Podcast好好笑 哇哇 真的是好爽 笑死我 哈哈至于 是有人真的关心我的脖子 好不好 还是真的有人关心 我的身体健康 好不好 所以他在那边留言 说问我说什么 他跟我说什么 他说什么 其实身体还是要顾嘛 不然的话 Gin又可以去讲open mind 可能是他的意思是说 我会突然挂掉 然后Gin又说 我以前有个朋友 也不算朋友 因为他已经死了 之类的 我不知道 所以他算我的好兄弟 我不知道 我不会讲他的笑话 好兄弟 是个印度鬼 我不知道 还是巴基斯坦鬼 我不知道 反正就黑黑的鬼 对啊 反正我有去看 他有问我 他有说叫我身体要顾 其实我后来 录完那集Podcast 我礼拜一还礼拜二 我就去看复健科 但我去看复健科 没多久了 那个医生 我进去的时候 我跟医生说 医生我那个脖子会有声音 会咔咔咔咔的这样子 然后最近 声音比较密集 他说会痛吗 我说不会 然后他说不会痛 你干嘛来 我说干 不会痛我就不能来看 是不是干 你一定要 他妈长骨刺 刺到我妈 然后那个骨刺 从那个脖子的皮里面 已经刺出来 我才能去看医生 是不是 我还是我已经 我他妈像霍金 一样坐着轮椅 然后这样 然后用那个 听音变味的那东西 医生我脖子痛 这样子 然后跟他讲话 他才会看我 他说你这个没救 这样子 干 我他妈不会痛 预防剩余治疗 我他妈跟他说干 我脖子有声音 问我你会不会痛 我说不会痛 他说那你干嘛来 我说干 我还真不知道 为什么要来 我真的是 原本我们不后悔来 我现在开始后悔 你知道吗 不要说我是知识不正确 这也是废话 我当然也知道 我知识不正确 因为我会有点妥备 他说你知识做正一点 然后有事没事的时候 就帮自己热服一下 就还好 所以我最近开始干 一直做这个缩脖子的这个运动 我应该要好好的 我今天录Podcast 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那我现在做好了 不过已经快结束了 这个Podcast 对他就说 你就多做缩脖子的运动 没事的时候就热服一下 这样就好了 所以说好 谢谢这位朋友的关心 好不好 所以我现在身体 应该算是蛮硬朗的 因为毕竟还没有开始痛 好像对医生来讲 不痛就是没事 妈的干 我已经好几次去看医生 都是这样子 我记得我也是去看那个什么 有的时候我觉得我心脏一点痛痛的 然后我去挂急诊 然后电那个什么 看那个什么心电图 看完之后他跟我说 你没事 我说没事为什么会痛 他说可能你横隔膜拉伤吧 可能你胸口 那个肌肉拉伤吧 然后就这样收了我1000多块 我想到干你老师 妈的 那是一次 然后后来是什么 那时候我觉得我淡淡有点痛 然后我去看咪尿壳 然后我就请那个咪尿壳 医生摸了半天 捏着我的淡淡捏半天 然后跟我说没事 我说可是这好像脱一块 他说干 他说你这个是副稿丸 然后他就用奇怪眼神看着我 然后我就出去了 我说干可是真的会有点痛 他说可能你拉链卡到吧 我说干你 为什么每次都遇到这种鸟事 然后这一次去看脖子 就是一样的 干我他妈都不要看医生 我中间知道什么老人家都不看医生 因为他们年轻的时候去看医生 然后医生告诉他说 你不用来 结果到最后他们50岁就突然得了肝癌 然后就死了 然后他们死了 他说干医生跟我说不用来 干 妈的 操 好了 那这集录有点久 那我们就来就这样子 干这集录快一个小时 操得妈的 妈的 好了 如果大家有话跟我讲的话 再跟我聊 那大家的那个留言 我应该也会看 反正我最近也没事 我都妈的 在家里 点那个妈的 看他的留言 还有什么事情 大概就这样子 那明天要上班 大家上班号加油 干 妈的 我继续 带家里吃我老本 干 好吧 就这样子好了 废话少说 感谢大家抽筋这集的 大际卵脚三不小时洗洗前 来一次的电台 就这样吧 谢谢各位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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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